加拿大精算师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公寓储备金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分析指出 他们调查的大多数公管公寓都没有足够的储备资金 这意味着业主可能要为紧急维修服务费支付数万元 在加拿大每个公寓都有一个储备基金 用来减少紧急维修风险 如果需要进行昂贵的或大规模的维修 就可以动用这笔资金 这笔资金通常是来自公寓管理费的盈余 由公寓委员会管理 和公司一样 不同公寓的基金管理好坏有别 储备金也不同 但是协会发现 许多公寓的储备金非常低 使得用于维护的费用很少 以投资者为目标的公寓楼 往往以长期维护为代价 来提高估值 研究报告称 储备基金缴款过低 可能会导致每年涨幅变大 并会要求房主一次性来支付 弥补缺口 甚至可能会导致业主失去房产 尤其是在利率上升的背景下 这项研究还参考了持有成本 对房价的影响 收费缴低的公寓楼 可能会使卖价提高 但是收费低的公寓楼 可能会花费更多的钱 如果低费用 是以储备金充足为代价 那么公寓的价值 就会迅速消失 业主可能会收到 一笔数万元的特别评估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储备金通常没有时间筹集现金 这可能意味着 你必须抵押你的单位 来获得房屋的净值贷款 或者去寻找私人贷款 其实是像多伦多 这样昂贵的城市 一套公寓楼的价值 也会很快消失 报告的合住者竟表示 很少有公寓存购了钱 尤其是那些2000年以后 建造的公寓 新楼通常开始 收缴低的维护费用 然后需要调整 如果在情况好的情况下 没有储备一点 那么在情况坏的时候 可能会被一大笔账单所打击 为此 协会建议在加拿大各地 加强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省级立法不一 这使得公寓管理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几乎没有受过培训的委员会 但他们发现 委员会存在未公开的利益冲突 由于立法没有标准化 因此他们建议买家再买房钱 看看储备金的报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